好真的是不老騎士 騎士精神不老 三名平均60歲的單車騎士 打包帳篷吹具這些行李 還扛著腳踏車到美國 他們橫越66號洲際公路 不是哈雷不是重機 是腳踩兩輪的自行車 一路從美國的東岸踩到西岸 4000多公里路 這真的太神奇了 第一件戰利品 就是代表我去騎66號公路 它是從伊利諾州一直騎 騎到加州 台中的陳先生 還有唐先生 宗先生 三名騎士策劃了撞油美國行 其中一人因為要上班 假期不夠 騎了三分之一先回台灣 另外兩個人 總共花了66天 晚期66號洲際公路 只有他們靠腳踩著兩輪 完成了夢想之旅 途中輪胎破了 鏈子斷了 統統要自己動手救 為了讓家人安心 他們同步分享 追蹤夢想的過程 每天在臉書上打卡 記錄行程 之前拼事業 現在拼夢想 人生就是要逐夢 逐夢就要圓夢 所以逐夢踏實 圓夢就快樂 陳先生說 10年前 他們夫妻一起單車環島 後來每年規劃 單車撞油 這趟難度高 時間長 太太沒有同行 我都買環島 可是看到她的臉書 傳回來照片都笑嘻嘻的 很高興 這樣子就OK了 因為我下次去的時候 不是很難 我可以跟的 三名騎士去年挑戰的是 大陸思路 今年橫越美國八大洲 跟著美國拓荒路線 看看天大地大的世界 看看壯觀的大峽谷 追夢圓夢真的是騎士不老 壯猶壯劇 好把時間交還給棚